好 下面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Python中输入类型的检查 在Python中我们可以通过type函数来去实现变量输入类型的一个检测 那这块内容的话 为什么我去使用这个type函数去检测变量类型呢 实际上是这样的 就说在Python中啊 本身Python这块语言 它是一种弱输入类型的语言 那这种弱输入类型的语言的话 实际上我们在创建变量的时候是不需要 对它进行什么类型的设置的 也就是说我在去创建变量的时候 只需要去使用变量门指定值就可以了 当然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带来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一会儿来去写个实例 好 首先我们去创建出一个 一个DAMP 啊 就上一个实例的话 我们去创建一个DAMPT啊 那在什么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你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 我去写来个内米啊 等于什么 等于张三 当然 由于程序的一个实际的运行啊 在这个地方可能我们要去执行很多 对吧 那结完以后的话 可能我们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你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写上啊 那么等于20 经过了一段程序的运行以后的话 又出现一个大的问题啊 你后来那么的话 等于等于这个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 当我们呢 在实际程序运行到 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可能啊 我没有办法啊 就知道 当前这个变量 它所存储的数据 到底是属于 什么样的一种数据啊 也就是说 程序运行到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不确定 到底这个程序中所存储的这个数据的话 到底是 一个数据 还是一个数值 还是一个这样的过二个例行的值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呢 好啦 那所以说 我们今天去讲的是什么 这个type函数就可以去通过在程序中 使用它来检测变量的一个数据类型 那检测到变量的数据类型以后 我们就可以根据变量的一个数据类型来去对它进行实际的运算 那么下面说 我们一块去演示一下 type的一个函数 如何去实现变量的类型检测 好吧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去创建了多个这样的一个变量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这样 我们在不同的阶段 我们去 打印一下啊 它的一个检测结果 type 好 复制一下啊 好 然后定数的话 我们再来去运营一下成绩 看一下这个结果啊 大家就知道 你要在不同的阶段 那实际上 我们在程序运用中 修改了当前这个变量的一个保存值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会发现 我们通过type函数的话 就能容易检测出 当前这个变量 它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类型的 第一个定章的话 我们去写了一个章三 所以说 打印出来是一个STR 一个检测类型的 然后的话 我们又去写了一个什么 写了一个把这个命的值改成了20 所以说 我们这个地方得到是一个INT 再往后的话 我们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布尔类型的值 大家这个布尔类型的话 后边我们会去讲 那输入了一个什么 BOR 一个布尔类型的这样的一个变量 所以我们在程序中的话 可以去使用type函数 来对不同时段和不同的运行段的这个程序的变量 来去实现类型检测 恰许名秀 不应该在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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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应该在同时 不应该在同时 不应该想让它的本变量 我们应该在同时 这些东西